網民認為你現在是一個最感染的QL 一直有些人都說我是建制派支持政府 為何現在說這麼多好像負面的事情 我其實是想政府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古壇思見 上一節我們說了資產下跌引力的連鎖反應 但說這個問題不得不提斯先生 很多網民認為斯先生是一個最感染的QL 你可能是第一個指出香港資產價格 出現下跌引生大問題 近來電台以我理解接受訪問 甚至用03年去做比較 當年有很多負資產所以有很多人上街示威 斯先生你會否認為自己的言論很大膽 或是你有甚麼想說 我其實是想政府看到形勢是轉變的 如果形勢轉變了 你還行一些不恰當的政策 是會帶來很多麻煩 我其實一直有些人都說我是建制派 支持政府 為何現在說這麼多好像負面的事情 我讀過毛澤東的書 引一段毛澤東的說話 他說 誰要是只看到光明一面 看不到困難一面 你不能當困難一面 你不能當困難一面 所以我就大膽一點 把困難一面都說出來 他要完成現在的政治問責官員 要在人內做出成績 否則他不知道困難在哪裡 他很難做出成績 我也是為他著想的 但先生你認為是否剛才上一節 也討論過香港的困難問題 你也提到 假如握奏法來的財政預算案 如果不設立 其實可能會失去最後機會 其實是否去到這麼嚴峻的警方 沒有甚麼叫最後機會 我覺得在樓市最初下跌 當時政府也出過一些財政預算案 林鄭預算案 當時出來也還有些效果 即使到疫情剛剛過了二、三年頭 那個市場也彈一彈 如果當時已經去切了辣椒 樓市未必會一次過陷得這麼深 即是你可以給到其他的資金入例 即是舒緩一下 現在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市場的交投量不足 我看過一些田土廳登記 二、三年的登記是我摘後到記錄以來最低的 平均如果我1988年開始有記錄 拉雲一年十萬個萬萬合約 去年只有五萬多個 交投小總有一部分人無法套現 對於發展商無法套現來說 即是有很多貨尾 資金收不回 他便不能去投地 不能再建樓 對於小業主來說 他賣不出樓 一個月賣不出 兩個月賣不出 半年都賣不出 他便會發毛 他便會被迫減價 即是如果你不把交投量恢復合理水平 便不斷有人要鬥便減 你的價格回落便無法扭轉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一刻便不是過多資金流逆市場 你要阻礙它 現在是不夠資金流逆市場 現在是連用家都不買樓 走去租樓 這些情況下 有人狠頭 你不要理他甚麼家 內地都撤銷了很多 對購買人的資格審查 香港我覺得 不要再看他是不是本地人 買多少間 你就讓他進來頂住 每個人去租樓 都要買樓租給他 買第二間你都罰他 他怎會有樓租 所以我自己覺得 辣椒真的不切 不是辣椒的壞影響 大還是小的問題 而是市民覺得 你政府看不看到情況 政府如果 如果對政府的信心 判斷和大家的判斷很不一致 大家都覺得你應該撤了 連一路都反對撤的民建聯也說撤了 以前不出那麼多聲 總商會也說撤了 反映實際上 這個已經是普羅大眾的共識 現在社會的共識是這樣 而你當它沒到 人家就很難 即是醫生判斷你的證 你都覺得他判錯 他給你吃的藥 你都不敢吃 所以很重要的一方 你要讓人民看到 你都感覺到人民感覺到的情況 師先生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有些評論會擔心 一旦全面撤立 突然間供應多了很多 會一次過推倒樓市 你擔不擔心這個發生 為何撤立了供應會多 撤立了是資金會多 不是供應會多 即是之前可能要交稅 就保持單位不賣 那些只是額外印花稅 我自己覺得 應該給真實情況 社會去 一步到位的調整 是的 那裡不會有很多影響 現在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 政府要讓人民看到 他都感覺到人民所感覺到的 如果人民感覺到的 人民發覺政府感覺不到 人民心中就很不達實 其實師先生的評論樓市 除了撤立之外 你認為今年樓市有機會出現逆轉 如果某些條件達成 其中一個就是 美國的利率是向下跌 我想慢慢耗 但其實美國近來 最新公佈的CPI 即是消費物價指數 都仍然是高企 甚至乎失業率 都似乎是比想像中為之更低 你認為會否因為這些情況 即美國經濟不太差 即是出現的預期減息次數 會真的比預期少 簡單來說就是 減息會減少些 或是遲些出現 其實兩件事 第一 美國的經濟 是否相對比較火紅 這個似乎是 你看到企業的情況 或者雲觀的數字 大家都看到 當然中間有些起伏 但整體而言 他們都未至於太差 有一個很強的急切性 要即時減息 但始終他們的加息周期 如果他們維持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們都會對他們一些經濟活動 有影響 尤其是對一些利率比較敏感 即一些樓市 或一些大壓消費 或做生意等等 都會有 為何突然間CPI 好像彈上去 我個人意見 其實都不是結構性 有一個明顯反彈 某程度有少少是因為油價的原因 雖然我們看CPI 就不算食品和能源相關 但其實石油始終是很多原材料 最基本的源頭 油價升時 通常對CPI都會有影響 你看到油價去年 在9月10月的時間是飆升了 通常如果看過去 都是有幾個月的滯後的作用 所以你看到最新的CPI會彈上去 但是否覺得 看到通脹仍然會再失控 好像之前那兩年 我覺得風險不大 所以短期大家看到CPI 好像彈上去的時間 大家就比較敏感 所以令到大家覺得 今年利率市場 本身減息有機會是第二季出現 現在就有少少延後了 但我覺得大形勢 其實美國不會突然間 甚至近期有些人說 會否再繼續加息 不單止不減造價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會低 不過始終整個政策方面的轉 其實都是要看回經濟情況 現在可能比大家之前想像中延後了少少 但我覺得今年整體都是一個減息鏈 以很多的看法認為減息的情況 雖然延遲但不會實際上大方向改變 暫時我覺得形勢的判斷是這樣 當然有變化 如果突然間美國的經濟開始下滑 政府便要回應社會 可能要在政策上加快減息 因為現在他們未感覺到急設性 所以他們便可以多看一會 如果這些東西突然間出現一個急激變化 這是一個比較動態的過程 說一下減息就是談及經濟 施生你剛才提到的或之前接受訪問 提到香港樓市有機會出現逆轉 另一個因素就是內地經濟好轉 例如今來你觀察 我舉例如新春內地的房地產或交投 會否見到好轉的跡象 如果房地產便沒有太多好轉 只不過現在有一個白名單出來 有些項目可以得到銀行貸款 這是消息利好 實際上那裡有幾百億 房地產現在數以十萬億的資金需求 即是滿面功夫 影響不是真大 但起碼政府開始做事 中原內地銷售會否在新春時有些改善? 新春期間其實內地是回鄉下的 即是大部分的地方 因為做我們那一行不算最高等的工作 很多都是靠外勞 例如在廣州的 不是廣州的人去做 是長沙、重慶等 外省人 外省人 有些是農村的 一放假便離開了 如果說我們過年期間的生意 香港就沒有一半島 大陸就沒有了差不多七成 其實香港也有不少的專家分析 香港出現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就是農曆新年今年好像零成交往 幾個大屋寸零 所以整體來說 又不是去到很惡劣的地方 之前嘉湖山莊下跌到七千元 那些人已經說這個很划算了吧 最近是彈過一彈的 最近不是一間成七千多 而是連續四間都 只有七千多 市區破萬的也有很多 我認為這已經成為共識 就是樓市之前還有些人看好 有些人看差 現在基本上沒有多少人敢看好 樓市跌跌不休 其實股市剛才提及過 近來反而有少許平穩 雖然是低位 近來股市在萬六點左右 又有升升跌跌 今天錄影時間是2月21日星期三 反彈了500點左右 可能短期內會否已經見底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 去到萬六點 如果你資金有耐性的話 就不應該過份去沽 現在港股和香港的樓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炒價 因為每個人炒完輸了 就不再炒了 但始終雖然一些東西跌 企業和經濟還在 還有估值的概念 去到這些位置 你剛才所說 外面有很多金融政策 我們不單純添步 從三萬幾點跌回到萬幾點 其實這些位置 如果資金耐性夠長 其實投資價值很高 只不過在萬六點 打算便宜 回到萬四五點 大家都不開心 所以這就出現的情況 即使大家覺得有投資價值 大家都不會蜂擁進來 除非中間一定會出現什麼呢? 你個份地低產 沒有人買 只要有少少消息 或者有些人不知為何 開始進來 大家便跟風一下 但你真的要有一個 比較結構性的 明顯反彈 例如回到兩萬幾點 樓上 就要人們吸引長期資金進來 就不是靠我夾短倉 通常港股大家看到 我夾到二千點之後 人們又再估計 這是不停的輪迴 要大家對整個港股的長期投資 有一個期望 回來 其實資金才會定在 否則就像賭場 摘公子或摘大西 大家不會重建一個 比較明顯的信心 有一個相對好的消息 我看內地好像換了政監的負責人 之前是政監會的負責人 三個月 我最近看新聞 他就開始諮詢 找了很多行內的人士去聽意見 亦都說得很清楚 不一樣的意見 批評都歡迎別人提出 即是有這樣的心態 去開放的態度 去了解情況先 了解到實際情況 再推出政策 別人就會信服力好些 所以我希望新的政策會到位些 我希望農聯、股票、市場、房地產 都可以急急向上 回復之前的資產價格 今集時間到此 大家記得喜歡我們FINANCE730的節目 Like、Shar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